因為剛才Aaron已經先說了一些 就是Exit這首歌 其實在舞蹈方面 有很多心思、心思、心意放進去 但這首歌作為今次演唱會的主題曲 當然這首歌本身也是別具意義 不如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無論是收到歌詞、唱或演繹的時候 那種感受又是怎樣呢 我想在兩年多前的時候 小美收到這首歌 然後她就拿了給我聽 但我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和我以往的音樂類型很不同 這正正就是我一直都在追求的東西 去突破自己 我想去嘗試一些自己在音樂旅程中 未嘗試過的曲科 Exit這首歌我覺得也是特別的 我們的監製就是Edward Edward其實也解釋了給我聽 其實這首歌是來自三個不同的地方 團隊的 首先有韓國的團隊 也有台灣的團隊 以及瑞典的一個製作團隊 這首歌它融合了這三個地方的一個元素 然後就變成這首歌 那我自己覺得就 嘩 就是 更加令到我很渴望可以在舞台上為大家表演 然後我們就落手落腳去做這首歌 小美就知道我很想去唱歌的時候 她就幫我們寫一次 我覺得這個歌詞裡面也是別具意義的原因 就是因為 她說一個舞者 她熱愛這個跳舞 她的初心就是跳舞 她覺得跳舞可以令自己快樂 亦是帶給別人快樂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一直跳舞就是覺得我很快樂 我在舞台上能夠感染大家 去看到我跳舞的快樂 所以小美就是用這種歌詞的力量 去滲透了在這首歌裡面 去用我們一直過闊性 在舞台上的初心就是快樂 以及尊重每個舞者 真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這首歌就是由剛才阿旺也說了 就是Ever Chan監製、小美填詞 編舞就是由頂級跳舞天團 King Jess創辦 以及主族排舞老師Mike Sean、Anthony 專程來香港為XFP舞非常有創意 不如我們這時候就有請 Edward Chan、Anne、導演阿Dee 上來跟我們聊幾句 有請兩位 有請各位 對,到剛才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首這麼棒的演唱會主題曲 的誕生創作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Aaron剛才跟我們遇過了一點 不過也希望Edward欣賞聽聽 你去講解一下 選曲過程應該是很有故事的 整件事是怎樣的 那收到Aaron總裁和Jack的邀請的情況下 我立即就翻開我自己的聯絡 找一下有哪裏我可以找到 這個世界上最好的跳舞歌 在這個情況下 我找了幾位朋友 就知道原來他們合寫了一首歌 我就說不如你發給我聽聽 發過來之後 他給了我兩個印象 一個印象就是很重 第二個印象就是很有彰力的一首歌 我立即覺得這件事 跟Aaron的聲音很配襯 我就把這首歌分享給總裁 成為今天的Exit 請問一下我們的MV導演阿Dee 剛才這首歌 Aaron也說過節奏很強 如何能夠在畫面上 拍攝MV的時候 配合到節奏和畫音效果呢 其實畫面效果和節奏 反而不是最難的 因為Aaron的歌音節奏很重 所以其實是很好去表達剪接 或者舞蹈的機會 反而另外一件事可以說 就是其他Aaron也說了 就是小美的歌詞 就是整件事如何向舞者的尊重 或者跳舞的初心 其實那個訊息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Aaron有多少Aaron對自己跳舞的初心 而且它會影響其他舞者 如何一起享受跳舞 我覺得這個訊息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能力的MV 除了MV棒之外 也很期待你 接下來要在紅館舞台上 看到這首歌的演繹 好了 我剛剛也有提到 Exit邀請了頂級的跳舞天團 HINJEST的主軸排舞老師 Mike Song 專程來到香港 是編舞的 雖然Mike今天未能夠參與發佈會 不過他也錄了幾句說話 要送給Aaron 這個時候我們邀請各位 不如我們又在這個最棒的角度 一起看看老師有什麼說話 好嗎 What's up Aaron I just want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the rest of your team on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Aaron Kwok Iconic World Tour It's been an honor to collaborate with you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super inspiring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you and just to be in your space and to see how you create and I'm really excited for everyone to see your new single exit It's gonna be dope Peace Thank you,Mike 對,跟幾位結束之後 我自己就很想… 很心急 很心急,對,我很想看 Aaron,大家想不想看嗎 對,不知道我們這個願望 可否達成呢,Aaron 當然可以 我在這裡再一次… 對 要再一次感謝Mike和Anthony 他們兩位排舞老師 也要感謝Aaron 他幫我一起創作了這首歌 也要感謝阿Dee 因為阿Dee可能是我第一次跟阿Dee合作 但我很欣賞他對… 他對這個音樂錄音樂裡面 色彩、節奏的狀況 然後他製造了今天 大家準備要看的AXSEN的首歌 因為我已經帶了AXSEN的音樂錄音樂錄音樂 希望在現場跟大家一起分享 多謝 raso 因為這首歌的音樂影片 是還未曝光 還未曝光 還未曝光 也可以說的是 今次在一個 在 transitioningIconic演唱會 的舞台上發布會 我們首次跟大家亮相 好,聰明3位都可以到台下台 去找到最好的角度 我們一起欣賞這首歌 再次見, MV